好 我们看到在这个中华队的部分 第二金进账了 这是柔道中华队的第二金 那这位连战林 她是在女子57公斤级的赛事 柔道女王 在杭州亚运夺下了金牌 那其实呢 她是非常的让人感动 她连战了四届夺金圆梦 现在她表示说 她要再来战2024的巴黎奥运 那么事实上呢 其实她在现场也是非常的 自己很感动 落泪 所以她也开了 记者会后就宣布说 要来延续她的选手生涯 要来立平2024的巴黎奥运 在颁奖的上期 今年35岁 她说已经打算在冬奥之后结束 就要退休了 这个亚运也是 她继续留在站在这边 走到最后的目标 真的很感动 所以下一次呢 也希望我们可以看到 2024再能够再下好成绩 那另外再来看到的是 在赛事的部分 今天包含了柔道女子78公斤级 以及柔道女子78公斤级以上 柔道男子90公斤级的赛事 在今天都会登场 好我们可以看到 再另外看到跆拳道 好 跆拳欧巴 跆拳欧巴也惊险地挺进了八强 那在下一场比赛 如果赢的话就能够保有一个铜牌保底 这位是中华队的好手 被称为是跆拳欧巴的好手 徐浩佑 在早上呢 在16强来交手了蒙古的选手 达西达瓦 双方一路站到第三轮 拿下胜利 同时顺利晋级的八强 再赢一场比赛 就能够确定夺牌了 好 我们可以看到 在这个跆拳的部分呢 事实上也被大家视为 中华队呢 是能够夺金的一个热门 那另外再看到是在游泳的部分 在游泳400公尺 混合室也传出了捷报 那最终呢 也是这个挺进 晋级的决赛的部分 还有在游泳的部分 大家也关注了 是台湾的敌王王冠宏 王冠宏呢 也会迎来一个杭州亚运的首秀 那么在男子的这个混合室 接力领军初级 也帮我们呢 是以分组第六名晋级的决赛 但是王冠宏在赛后透露说 在明天的100公尺的碟市 因为考量到 在晚间决赛之后 身体的状况 所以会取消出赛 接下来王冠宏 他会把自己的重心 放在200公尺的碟市 来积极的备战 而另外再来看到 这是杭州亚运的跆拳道比赛 中华代表队 这位被称为是国民女友 罗嘉玲啊 今天迎来了首战 那么轻松连下两城 拿下顺利 也挺进下午的八强战 好了 关心这一消息 是杭州亚运男子 400公尺混合式接力预赛 在刚刚结束 台湾蝶王王冠宏 和庄木轮 蔡炳荣 以及王兴浩初级 那么中华队被分到 预赛第一组的第三水道 最终以3分43秒03 分组第三名 总排名第六名的成绩 是挺进了整决赛 好 最近消息提供给大家 太阳心全校客废 有一身俊 我吃了两三天 最明显的感觉 是睡眠品质 竟然变好了 睡得好 让我整个人工作更关注 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 因为太阳心全校 克废尔一身俊 才让我认识到 克废尔一身俊 它是由多支菌种 和一身俊所组合而成 不仅能够维护 消化到机能对手运作 还拥有多种 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当强大 你知道吗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称它是神仙的礼物 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实 克废尔一身俊 不仅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 影响全身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从的平衡 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帮助睡眠 维持好情绪 真的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积极的敏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 选择太阳心全校 克废尔一身俊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健康美负担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 输入我的推荐代码 有额外的选口 吻有额外的偏大 插入我的推荐 选口 选口 需要